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首先想跟您探讨一下今天的A股方面的表现了 市场早盘震荡调整 三大指数均是有一个小幅的下跌 那么到上午收盘的时候 股指跌0.45% 生成指跌0.46% 创业板指数也是跌0.41% 总体上来看 就是个股就跌多涨少的情况 两市超过了2700只个股是下跌的 所以想请您先带领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焦点 今天盘面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是 伴随着一些板块的一个获利回退 尤其是像近期比较活跃的所谓的龙子背的 这样的一些个股 那么这些个股过去都是相对是表现比较活跃的 或者说涨幅比较大的 那么昨天开始调整 那么今天进一步的回落 有一些出现了跌体 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 对于这个油资为导向的呀 或者说以散户投资为导向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群体 这个人气呀 或者说这样的对盘面的一个研判呀 都是产生了一些悲观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是像汽车股呀 传媒股呀 这些品种是有所调整 汽车股和传媒股的话 也有获利回土的这种意味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上半周 应该说像传媒股的话 是表现非常优异的 但是昨天到今天的话是调整的 那么还有这个汽车整车 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话 也是下跌 那么这些品种的话 过去涨幅相对比较大 尤其是像这个像赛利斯这样的 华为的汽车概念的话 这个本周二开始调整的话 到现在来止的话是调整力度相对是大 这也有获利回土的意味 所以这样的一些调整的话 也是引领了我们爱护市场 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性的回落 当然了这个回落的话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 而且呢各股是上涨上市公司加速 和下跌上市公司加速 目前来看的话是基本上持平的 是2400比2590 这么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不算是很悬殊 应该说在指数调整 相当多的个股回落 冲销回落的这种背景下 那么还有2400家公司上涨 我觉得这个调整 也算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吧 说明市场的一个做多人气 并没有受到这个严重的冲撞 而是这个处在一个多空相对平衡的状态 这已经算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话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震荡 经过震荡调整过之后的话 应该说进一步上行的动力 它是有的 您刚刚在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 说到了这个调整 而且是多空双方 感觉的是势均力敌的 但是我们也是观察到 从10月底开始 其实A股开启了一波不错的反弹 3000点保卫战可谓是有惊无险的 不过就是从最近几年开始 大盘好像又出现了一种震荡模式了 似乎之前的这一个 大家认为的反攻行情 是又要按下了暂停键了 想请问一下 您是怎么来看待 近期这个大盘的一个相对的弱势 虽然说还是守住了 这个3000点以上的位置 但是大家还是认为 这个疲弱的态势 有点多空双方博弈的一个现象了 您对于后市是如何来研判的呢 应该说本周的话 这个行情的话 周一往上冲了一下 然后从周二开始到现在的话 一直是一个弱势的盘整 当然今天是表现最弱 今天这个盘中是一度下汗 这个空间相对比较大吧 然后目前是收上了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刚刚其实说过一些板块的一些调整 不管是龙字败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题材概念股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之前表现比较活跃的 无论是汽车股呀 传媒类的各股呀 这些前期涨幅都相对比较大 那么这些调整的话是获利回吐 那么我们A股市场的话 短期来看的话 的确是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状态 应该说从2923点这个市场 这个低点反弹以来 整体上的这个涨幅 已经是这个超过一百多点 那么整体上涨幅相对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获利回吐的话 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呢市场的人气的话 并没有亏散 相当多的个股包括截止到目前 是2400家公司是上涨 其中医药呀 燃气呀 煤炭呀 包括一些存储芯片呀 这些板块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扬 那么本周它应该说是 技术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上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30天均线的这个 制约相对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生存之河川一般的话 虽然说这个表现得更加强势一点 但是短线的话 这个力度更大 那么这个也是符合它高弹性的一个特性的 所以获利回头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了这个国际 国际上的这个股市的一个调整 包括这个原油这样的一些价格回落 包括美股呀 包括这个美质收益率的飙升 这些也是今天调整的一个 一个触发因素吧 这些触发因素应该都是短见的 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 市场并不会随外盘 或者说会随着一些原油价格呀 这样的一些波动 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 295 23点 这个位置的一个低点 一个确证到现在为止 向上的一个趋势 这个向上的中期趋势 并没有改变 虽然减缓了 但是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认为未来是 很进一步震荡上行的这种空间 是有的 那么向上 这个看到 这个30 60 30 70 一直到30 30 301 这样的一些位置的话 应该说也是值得期待 所以从中期教授来看的话 这个周线级别 继续向上的这种动力 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趋势没有走坏 未来还有上涨的一个动力 嗯 那我们再看回到医药板块 近期啊 整体的这个医药生物板块 它的表现啊 还是比较亮眼的 红博数据有显示 护身300 医药卫生指数 过去三个月上涨 超过了60% 不过期间呢 有多次的回调 也让投资者担心说 会不会是真反弹 还是说是一个假回暖 医药行业 您觉得利空出清了吗 那么未来是不是 应该调整策略 如何来把握一下 当中的机遇呢 医药股近期的话 是表现比较活跃的 经常大盘涨的时候 它在涨 大盘跌的时候 它还在涨 短期的一个 向上的一个 这个做多的一个动能 还是相对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这个板块的话 应该说 更多的是 这个从2021年到现在为止 是跌幅巨大 然后是整个基本面向好的 这种背景下被错杀的这种 被错杀的嫌疑是很大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医药行业 它的一个境面的情况 相对是比较优良的 我们现在虽然说 整个消费调整 但是呢 这个医药行业的这种 刚性的需求的话 是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那么它为什么调整的话 是跟2021年建顶到现在为止的话 整体上 军事面走坏是有一个关系 但是从9月份到现在的话 整个军事 短多 那么再加上大盘 整体上起往回升 再加上医药行业的这种 利空的确是在出清的 今年这个医药行业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医药行业的反腐 这个力度相对是比较大 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悲观的凤为 那种顶点之后的话 这样的一些凤为逐渐的减换 到目前为止 国家对于一些 这个创新药的一些价格 是有所松动的 这医药的反腐的力度 也大大的降低 那么对于整个医药行业 逐渐的这种保护 或者说逐渐的政策转暖 也是能看得到的 那么再加上目前 中美关系明显的转暖 那么中美关系对于CIO 对于医药代言这个行业的话 也是具有很大的利好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近期美国FDA 对于中国创新药一些批复 那一些医药的批号的一些批复的话 现在的话 还是逐渐的在增多的 那么这个也是提振了 医药股的一个信心 所以到目前为止 整个医药行业的话 是出现了 从2923点 大盘见底其文 到现在 医药股最多 那么 过去 这个大盘 这个涨也好 跌也好 医药股都在跌 从2923点 就是10月下旬 到现在为止的话 整个医药股的话 大盘涨也好 跌也好 它都在涨 那么今天的话 大盘在跌的情况下 医药股还在涨 说明它上涨的动向 是比较强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估值 就是医药股的估值 它也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因为这个 也算是股价跌多了嘛 而且业绩 业绩的话 也是见底其文 所以 药股的一个未来的话 应该说是从 趋势面的话 它是一个反转 本容的一个药股 它是 整个药股的趋势 是由下转向 这个比大盘还要明显 所以我觉得药股的 这样的一个 优质的一些创新药呀 包括药商业呀 包括生物药的一些 这个龙头性的公司 包括CIO 就是创新要代言 这个系统领域的一些公司 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龙头公司的估值 相对具有优势 未来进一步上行的动力 还是有的 所以投资者 目前对于医药行业 还是可以持续地做多 因为未来 它持续上升的动力 还是比较强的 好的 非常详细的分析 今天也是时间关系 先跟傅老师先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 好 我们先广告去一下 广告过后 还回来 已经有嘉宾见过关节 love you Don't want to